台湾市十二路公车 有司机是突然间的紧急刹车 车上的乘客还以为是撞到人 但没有想到是因为路边有市长人士 手举着十二号的牌子 司机是紧急刹车 下车赶快扶他上车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也感动了所有乘客 行进中的公车突然紧急下车 公车司机下车 而车上乘客以为是司机撞到的人 只见司机牵着一位手 拿着导盲棍的市长人士上车 除此之外还带他坐在方便下车的位置 这个举动让车上乘客看得相当感动 在网络上留言要表扬这位热心的司机 一个服务业做这样的举动很值得赞赏 可能有的路赶时间不会这样子做嘛 但是这样子很有爱心很有善心真的很棒 当时车流量蛮大的 我就下车 就是他司机陈居龙 仔细的描述他看见手举车牌的市长乘客 要乘车的情形 这段回忆对他来说相当难忘 因为这是他12年公车司机生涯以来 第一次遇到举牌搭车的乘客 其实是昨天第一次遇到的 我们12路的公车也是常常都到 在到他也都很热心的 一般民众搭乘客运都知道要在公车 到站前50公尺就要举手蓝车 而这个简单的动作对适当人士来说实在不简单 公车司机的细经留意 让不少乘客看见令人动容了一刻 这个公寓得着一支SNG小组台中报导